大家好我是金牌猎人竹仁婷 欢迎收看今天的 MoneyDJ财经新闻 Hunter看总机 本节目为个人性的分享 不做任务投资介面盘 所有投资人应该自负投资风险 MoneyDJ财经新闻 为各位精选上周 点击前10名的财经新闻 今天 Hunter要为各位带来其中的一则新闻 来带来独家观点 也会带来补充的一则最新的新闻 给大家在本周操作上面 提供一个观点的参考 好的 首先我们要来 谈的第一则新闻就是 FED撒出去的钱 今年不会回收 SIGAR美股 今年有望再创新高 眼看联准会大撒币 宾州华顿商学院的知名财经教授 SIGAR还有摩根大通的执行长 戴门都认为 股市今年还是有持续走高的机会 是一个表示 即便新冠病毒的疫情 冲击的经济仍然未散去 但是只要不爆发第二波疫情的话 美股今年有可能再创新高 他也认为 因为FED 因为因应疫情的关系 所释出大举的流动性 是美股今年从3月的低点反弹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这些资金它不会回收 也就是说 这些资金势必未来会涌集在股市 还有整个全球经济当中 全球的股市付出的速度 会超过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速度 还有美国的摩根大通指引长 Daman也表示 FED所释出的流动性 它就像搬出了货币政策的火箭筒 提振了股市及所有资产的价格 那带来猎人的观点 美股自从3月23号 从最低点18200点开始反弹到5月底 现在已经超过30% 那其实以技术分析来讲 只要从低点反弹超过20%以上 就是从熊市转为牛市 来帮大家做个补充 但是有很多人疑问 那这一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那其实这都是 拜全球央行在美国联准会领军之下 大量印钞所引发的一个 热钱串流的资金行情 那目前正在重演 2009年美国联准会所推出的三轮 货币宽松政策 也就是所谓QE政策 所带来的资金推动全球股市走高的 一模一样的戏码 那第一个阶段 报复性的反弹呢 它是反映的是资金行情 与全球将开始解除封锁的政策 那尤其进入了6月之后呢 全球各国的政府已经开始陆续解除封锁令 那期望民众能够回到正常的一个生活轨道 但在这个时候 老实讲就是进入第二阶段了 就是要去考验各国政府 在解封之后 各项的经济数据是否能够呈现好转 各位这是接下来 要持续以总经的角度 来去观察的一个趋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经济的复苏 必须观察人民的生活 是否回到正常的一个轨道 还有能不能找回失去的工作机会 不要再靠领失业金过活 那猎人带来三个指标 可以优先的观察 第一个呢 就是每周申请失业救经金人数 第二呢 就是非农就业人数 第三就是失业率 那从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章 就是 从3月28号的高峰664万 到5月23号最新的数字是212万 那在每周四 晚上8点半 会公布美国的首次申请失业救经金人数 各位可以看这个图表 其实它整个呢 已经呈现了连续8周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 但是老实讲 离过去的10年的平均值 猎人也提供给大家 大概是在20万 所以20万跟200万跟600万 当然还是有非常大的一段差距 也代表要重返今年2月以前的龙井 真的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再过来看第二个指标 就是非农数据 每一个月 第一周的周五晚上8点钟 会公布美国的非农业就业数据 那就在 本周五六月五号要公布 那在上个月五月八号是公布四月份的数据 各位有看到这个下方 哇有个线这样子 直接断崖式的一个下坠 就是在上个月公布四月份的数据呢 是创下史上最大减少2050万人的一个记录 那五月份的数据呢 会在六月五号 就是本周五晚上8点半公布 那这一次的预测值呢 是减少800万人 所以其实只要公布之后 大家可以去观察 实际公布的数值假如高于800万 代表那个数据很不好 所以呢会有让美股呢 应该短线上受到一些压力 但是猎人认为应该反压或者是回撤的幅度 应该不会太大 当然就要看这个数据离预测值有多远 那假如是低于预测值 就在800万以下的话 那这个会激励美股继续走高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指标 在公布非农就业数据的时候呢 一样也会公布失业率 那4月份公布失业率呢 各位有看到是14.7 当然这已经是超越了金融海啸 10%的失业率的一个高点 那老实讲14.7 在以上个月市场的预期呢 其实是更高的 所以呢当时14.7公布 虽然是创下了 这个1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的一个失业率 但是呢当时还是激励了美股 持续的走洋 那5月份 就是在本周五要公布的数据 其实他预测值是19.5 猎人也带来一个补充 其实美国财政部长努琴也好 在这个 很多经济学家都已经有预测 就是我们老婆请回到上一张图 好 在这一次的失业率的部分呢 有可能会达到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 当时的失业率是25% 所以在礼拜五呢 公布的失业率只要在25以内 老实讲大家已经消化这样子的一个恐怖的数据了 所以只要在25以内 它还算是有效的一个激励呢 可能美股有上工的一个机会 好 那猎人呢也带来一个回顾 我们看下一张的图卡 就是回顾呢2009年呢 当时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 美国联主会当时的主席呢 柏南克他所一手推动的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呢 就是QE政策呢 被经济学家形容为 所谓的直升机撒钱 所造成全球的热钱泛滥到处去流窜 所以其实呢 当时的经济呢 它的数据仍在谷底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张图 就是蓝色那条线呢 就是所谓的失业率 当时大概10% 那红色那条线就是当时的一个 道琼的一个指数 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背离 但是你会发现到 在数据失业率这么高的状态之下 但是美股还是持续的 缓步的一个往上走 这其实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完全背离了基本面 而且当时的QE政策 其实它还是有限量的哦 那这一次鲍威尔 它所推出的就是终极版 是无限量的 让你吃到饱就对了 所以呢这样子呢 会造成现在美股从3月反弹到现在的 一个快速的报复性反弹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但是老实讲 在当时联准会呢 2009到2014呢 它当时它三轮的QE呢 它负债是创下了4.5兆 那这一次鲍威呢 只用三个月时间就已经突破了7兆 一样呢 它的负债呢 是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要暂时稳住全球金融市场 避免因为实体经济重创 而造成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所以呢全球央行呢 其实使尽的权力 大撒钱 让大量的资金进入到 金融市场造成股市的一个大谈 重点来了 这些央行他们的心情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期望是什么 是希望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空间已经做到了 反弹已经拉上来了 反弹已经30% 50%了 甚至到那个纳斯达克都已经快要回到了前高 只是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延长 然后呢 能够让经济数据呢 能够快速的跟上 老实讲 猎人认为这就是孤注一指 说哈全压的政策 只能祈求啦 在疫情 在疫苗还没有出现之前 不要再恶化下去 不要再爆发第二波的一个疫情 那全球央行这样子的 说哈的一个政策呢 基本上就算是安全下壮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 之后要面对庞大的债务 好 那这是第一则新闻呢 所引动的猎人观点呢 那来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分享 那今天猎人再加买一则 非常值得重要关注的新闻就是 非议之时呢 美国暴动扩散 外交部在昨天呢 紧急宣布美国为红色的旅游警示 那美国5月28号 包括明尼苏达州 伊利诺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俄亥俄州等主要的城市 陆续发生规模不等的 示威游行 而且部分的 示威游行呢 趁是出现了暴力的事件 而且已经有非常多的城市呢 已经实施了宵禁 那带来猎人的观点 大家还是要去持续关注这则新闻 老实讲 非议之时呢 只是再次凸显了美国种族的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 总是会有这样子的 事件不断的重演 那第二点 暴动是封城 积压情绪宣泄了管道 它有可能 提前迎来第二波的疫情 各位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在暴动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 怎么保持社交距离 怎么可能会认真的戴口罩 对不对 所以在暴动的过程里面 它就是宣泄嘛 就是把 非议的一个 事件来加上 在过去两个月的一个封锁禁逐的状态 这种群细的一个宣泄 所以大家根本不可能去遵循什么 新防疫新生活要戴口罩 做这个社交距离 不可能的 所以电人提出一个独家观点 就是必须观察在6月15号 就是两周之内 美国的确诊人数 是不是有大幅的增加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新闻 请大家持续的去追踪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到这边 那请持续关注MoneyDJ财经新闻 及金牌猎人投资学院 我们下周再见